每日灵量我要听 每日灵量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存济在我心 要存济在我心 Amen 我们今天要看 哥林多前书的最后 十五十六章 我今天挑选了十五 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你们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行物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他这里讲到不要自欺 他们在当时是有一个背景 这一句话通常是 保罗在警告别人 他使用这个话 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这个滥交 指的翻译的是一个 不正当的交通 或者在一个不好的 里面的一个来往 这个败坏呢 败坏在英文是一个朽坏的意思 像木头一样 朽坏了 蛀虫了 生虫了 那善行呢 讲到的是一个好的礼貌 或者是一个好 一个 一个得体的 或者原文里面讲到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体统 为什么这样讲 他其实是有背景的 也就是当时呢 哥林多教会呢 里面有一些假的师父 他们呢 不仅 不仅 在散播教会的一些纷争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一直在攻击保罗的教训 甚至误导哥林多的信徒 去跟随这一些假先 假师父 所以保罗在这个信 哥林多前书 一直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要防备他们 不要跟他们来往 所以这个烂交指的是这个意思 好 你不要去跟他有一个不对的 不对的 不要跟他这样的一个交往 好 以免呢 你的这个基督徒的体统 被破坏了 不再有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 我们到底 我们在跟谁在一起 所以我常常在讲 有时候有一些人 你的好朋友可能真的是 他们在乱批评教会 你要留意 滥交是败坏你的善行 你以为你跟他这样子是好 你听他这样子 你甚至有人跟我说 我就是要倒垃圾 我要当成他的垃圾桶 你为什么要当他垃圾桶呢 神才是他垃圾桶 你为什么要当他垃圾桶呢 而且那个垃圾桶 在你的里面 难道不会败坏你的垃圾 只是你的垃圾桶 三年了一些不对的 你即使倒掉 那些年了 你刷不掉的 有没有可能 使你本来的干净的垃圾桶 又污了 而且甚至发臭了 我真的要警惕 因为我真的看到好多人 在这上面常常就是被仇敌 这样子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习惯听一些人讲一些话 攻击教会的话 攻击牧者的话 里面就纯迹了 也没办法判断 反而更惨 那十五 接着三十四节讲到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他在讲到就是说 我们要警醒 要醒悟过来 不要继续跟这些假师父来往 以免被他们的影响 甚至于后来堕落 甚至犯罪了 所以以免有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那个指的就是那些假师父 他空有一个外表 一个属灵的知识 可是他们并不真实的认识神 还有神的心 那他我要叫你们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那你们指的是哥林多的人 哥林多教会的人 要叫你们羞愧 好像不要再一直觉得 自己很厉害 什么都懂 可是呢 却被别人误导了 误会了 家人们我想你安静一下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还有一些旧的东西 或者过去人家讲教会的 讲领袖的一些话 一直在你里面散不掉的 我鼓励家人们 这个时候就来把他好的 在神面前把他处理干净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